猫瘟猫开始大量喝水不吃 赵一强职业寿医师 对于猫瘟的猫咪来说 通常病成为7天 但是治愈率要比犬的细小病毒相对更低一些 其原因就是同样是细小病毒 但是猫瘟的病原体是变异后的细小病毒 独立更强 所以当猫咪出现食欲废绝不吃东西的情况下 猫咪的身体是没有营养来源的 那么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猫咪就会出现严重的特殊情况 对于猫咪来讲 在脱水的情况下 就有可能会刺激猫咪饮水域增强 出现大量喝水的表现 所以这种情况下 提示主人需要及时的带猫咪到专业的宠物医院 进行化验检查 然后对症给予输液治疗 补充电解质 纠正脱水 有时候在猫瘟的情况下 大量喝水也提示猫咪可能有一些 神经方面的耸伤和心脏方面的问题 不排除猝死的可能性 主人需要多加留意